说是给这个孕妇说发工资 我觉得这个国有企业和私人的企业都不现实 因为你现在就是咱刚才说了嘛 长个养老金还费心呢 他给一个生那个全职妈妈那个带薪那个房间放产假 这个是太不靠谱了 大家好 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 近期呢又有专家建议给生孩子的人呢发薪水 说生育本身呢就是一份工作 为此北京胡同周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认为发薪水是件好事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咱们具体听听周大哥是怎么说的吧 大哥好 挺好 咱们接着再说点什么 再说点什么就是现在就是网上不是说吗 有个这个专家又提到这话是要多生孩子 要给这个就是这个生孩子的妇女啊 产妇啊发工资 可以 我觉得他这提议呢想法不错 但是我觉得呢还是可能时间不了 因为呢就是网上呢就是有一个调查 就是这个0到18岁的一个孩子 这个一般的就是0到18岁养活一孩子的成本是多少呢 城镇要达到六七十万 这是一个保守的平均的数 这个稍微那个小一点的县城啊 这个这个这个二三县三四县城之啊 也要四五十万 所以说这个呢就不是一般人呢能够接受的 对 关键呢到了18岁以后呢 他上完学的时候要到结婚 从事就生一孩子从他上学那个从小出生到上学长大了毕业 结婚 才到结婚 差不上现在的标准就是应该是在小二百万 哦这么多的 你房子车子 哦对 台里 这这都没算呢 对这都没算呢 所以说现在呢 他这人口呢就是老龄化了 人口这个出生率下降啊 专家又拿出来就说呢 要给这个生孩子呢 是这个那网上是这么说的 生孩子也是一种工作 当成工作了 对他说的这个没问题啊 就是孕妇也很也行很辛苦的 就是因为呢有好些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私企 他对这个比如说你是这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 你看你上上来工作了是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呢他签的这个劳动作用 就如果你要结婚短期比如说是结婚啊 你要怀孕 你要生孩子有好多要企业 因为这这种事就是呢 打官司的很多 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就是呢 他说给这个孕妇发钱呢 这事呢我觉得呢 他只是说说给多少钱啊 鼓励生孩子 鼓励生一个二胎或者生三胎 给多少钱啊 你一月给几百块钱是不行的 没用的 有个地方说是给个五六万块钱 一次性补足个五六万 这五六万只是能够让孕妇在医院生产 这个完了是就是生产过程中就是这些费用就完了 嗯 但是呢现在年轻人呢 关键年轻人不生孩子 或者说原来咱说的说呃呃呃呃不想结婚啊 原因是什么就是他怎么去努力 他怎么去这个把他的青春 怎么这个呃呕奉献青春 对他也不能过上那种 就是像那些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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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或是或者是这个 咱就现在说,有体面的工作,体面的收入 怎么他奋斗也不行了,达不到 这样不结婚就不生孩子 不生孩子他就不用给小孩喂奶了 夜里起了换尿布了 给孩子上学为他的辅导功课了 为他以后上学了,各个方面 很多事情,养了一孩子很多事情 他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到了老呢 他养了一孩子,他还要为 看孙子,看孙女 他还要付出,等等社会上这些 我们经历的,这代人经历的 和他们这独生子女是两把事了 对吧,现代社会上全是独生子 独生子 他们本身呢,这些孩子呢 本身也就是独惯了 大家呢,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 让他们呢 就是呢 就是他的实施的说找个工作 他的实施的自己的活着 这样呢就是呢 他呢也不用去那个 就是正常人就是他也不用去 让这个劳心劳力的 就是让父母替他掏心 对,他呢也不用去养活后代 这样呢就是呢 终究就是几十年 其实现在我觉得 养孩子不单是年轻人的事 其实养一个孩子,我看大部分都是家长的事 这个事情就是 像我这岁数的 肯定的家长都会要帮你保 您都经历过 对,都经历过 可是呢,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呢就是呢 因为呢 我们那时候经历的和现在的 还不一样 你的孩子那就差距太伟大 现在的孩子 现在年轻人 就说是 00后 23岁了 对吧 正常呢 就是大姑娘 也可以说搞得像结婚了 245岁 234岁 我觉得正好 这个年龄是 特别的 合适 特别的好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还在玩 他们还在 懂 懂事不懂事 对 对吧 但是咱们身边的人呢 就是 就是因为呢 对现在就是这个社会呢 种族的这个 就是 摊比了 就是 没有办法去 自己呢 说服自己 对 我也遇上很多的就是 就是接了婚不要孩子 就是年轻人 或者呢 就是有了孩子呢 因为孩子呢 就是 就是一天早上呢 就是 后悔呀 很烦心的 政府呢 就说呢 对这个事情呢 就是 可能是在 这两年疫情呢 出生率低 跟这个疫情也有关系 怕他们那个怀孕了 这病毒传染孩子了 对对对 到了 有人说呢 到了23年以后呢 疫情没了呢 慢慢的呢 会好 我相信 会好点 但是呢 养孩子的这个成本 确实够 政府呢 如果能想办法呢 把这个 没房子 或者拿出了一部分 便宜的房子 对 那会儿您提过这个 让 对让这些这个想结婚的孩子 对吧 让他们呢 让这些年轻人呢 就是呢 怎么呢 帮助他们一下 提高人口的这个出生率 应该是没问题 是 你只要说什么 说是给这个孕妇说 发工发工资 我觉得这个 国有企业和私人的企业 对 都不现实 没错 因为你现在就是咱刚才说了嘛 长个养老金还费劲呢 他给一个生那个全职妈妈那个那个带带新那个房间放产假 这个事 太不靠谱了 真是 非常好大 谢谢这个 谢谢大哥 你看就像周大哥所说 生孩子期间发薪水只是杯水车薪 一个孩子养大成人的确需要很多的钱 也是希望有关部门从根本上解决年轻人结婚生育问题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您对专家所说有什么不同意见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